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钱老师就带领着我们前往赶海的地点 长海县小长山了 海岛天气多变 浓浓的雾气给我们的赶海之行 增加了一层神秘感 半个小时的行程后 一片海滩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们这边赶海你往前走 往前走就看着 那就是赶海啊 对对对 居住在海边的人们 根据潮涨潮落的规律 赶在潮落的时候 到海岸到滩涂和礁石上 打捞或采集海产品 就叫做赶海 长海县小长山的这片滩涂 盛产竹节称子 姐你好你好你好 你这是在做什么 挖称子 挖称子 是这些就是你挖出来的是吗 对 眼前这位捕捉称子的女人名叫孙小 家就离这片海滩不远 眼看着大姐鲜落手起 一个胖乎乎的大称子就被她抓住了 这可缠坏了我们的记者 这捉称子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您战这个是什么呀 鲜艳 鲜艳 为什么要往上放鲜艳 放鲜艳它都出来了 出来了 真出来了 海鲜是海岛人一日三餐最不能少的美味 长海人更是把海鲜的食法发挥到了极致 逢馅料必加海鲜 用其肉取其鲜 是海岛人舌尖上的智慧 不怕海货就是反正没法吃那样 没法吃 对 没掉就是这样的 一顿饭都离不了海货 对对对 今天孙晓给我们做的 是萝卜鹰鲜子馅大饼子 鲜子吐干净沙子后 去壳 切成段 萝卜鹰子焯水后剁碎 加入猪肉和盐 酱油 食用油等搅拌 活成馅 在海岛女人的手里 金黄的玉米饼上下翻飞 一会儿的功夫 饼子就包好了 金黄饱满 个个儿像个大元宝 照火震瓦 水气沸腾 二十分钟后 饼子好了 萝卜卜的菜品的出锅了 来啦 热乎乎的 赶紧摆饭了 掰开看一下 哎呦 这里边汤太足了 尝一口 好吃 是 先从这个罗宝鱼说起 这个味儿还真是特别鲜亮 再加上这个肉的这个香味 而且这个大块的这撑子 能在里边看出来 对 还有这个刺阔的鱼 还有刺阔的肉 这里边这个汤汁都被这个饼子 牢牢地给锁住了 吃进一口 又有菜香又有肉香 还有这个海鲜的香味 感觉这一口下去啊 把整个长海鲜的 好吃的鲜味全吃进去了 海洋的馈赠 从来不只是一餐一饭 它赋予了海岛人 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品味